想过住在祖先留下来的房子土地 莫名其妙变成别人的吗 发生在嘉义县水上乡 两个信赖的家族互相争执是日据时期赖家的后代 为的就是要争夺一块三百多平价值三千万的土地 但是法院判决却让败诉的一方不服气 因为在胜作一方举证的族谱里面 竟然出现了九岁就能生小孩的情况 这是打破金事记录吗 法官是怎么判案呢 赖家媳妇黄敏五十八岁 他说二十岁嫁来这里就住在祖传下来的土地盖房子 现在房子和土地法官要判给另外一个赖家 他无法吞下这口气 总共三百三十几百 我们怎么在这间家 你们在这个楼里的一间一间公公的家 我们前日本时代前我们的祖已经五台住在这里 拿出日剧时代昭和时期的户籍资料 传到这一代有十人供奉祖先牌位 照片中祭祀祖先的年轻人正是他的夫婿赖明辉 结婚照就是在这片土地的古厕前拍的 当时老祖母还在世 从房屋税及资料折旧五十二年可以看出乌林的老旧 地价税通知单是民国六十八年 而土地登记藤本的三笔土地指的就是这片祖传地 加起来正好三百三十三平 市价约三千万 要证明他们就是日剧时代祖先赖人营的后代 十位赖姓亲友在民国八十五年向乡公所提出土地登记的时候 却杀出个程咬金有另外二十七名赖姓亲友 跳出来说他们才是赖人营的后代 闹双包的结果法官判决原告赖家十人败诉 现在土地房子都要登记给那二十七人的赖家 但此赖非比赖展开一场大对决 我们把他们的那个证明院拿出来 就是他们所谓称的在公报号里面找到证明院 就证明院上面很多人的名字都还是 是那时候还没有死掉的 我们去翻他们的那个户籍藤本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在八十一年的时候死掉的 这些人 然后这是七十一 对 他说他是昭和十三年做的 等于是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做的 民国二十七年 那他死在八十一年了 那蛮离谱的 对啊 这些人我还要看过 他竟然在国马上炒这些东西 对 这减色瓜 瓜瓜也是相信 这台湾的瓜瓜减色瓜 热热热 这个全部都是他们伪造的 只是我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彩色表哥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地方有没有 他伪造这一个人出来 这就是她ieni 夫妻 要拿牠袋索 在 emergency 是 对 有 我觉得 10时 不能 Za 他 offices P 他是看不懂 还是乌龙法官 乌龙检察官在办案 原告赖家还指出 被告赖家其中一人 仗着是乡长秘书之辩 和承办人做了一份异议书 表示原告没有记组的事实 主动抛弃权利 照说收发文应该要先盖 盖完之后 是4月25号吗 对 才到那个客长这边来盖 结果客长是4月24号 就客长是先盖 然后再来盖收发文 你可以看到这个字 它是直接这样写下来的 如果说你这边已经有盖章的话 你不可能字还会再写在这里 对于原告指控未造文书 我们询问到乡长秘书本人 他和承办人已经退休 表示未造文书是不起诉 也不愿表示意见 而这300多瓶祖传的土地 到底是属于哪边赖家的后代 一到三省都判原告败诉 让他们不服的是 胜诉的被告赖家祖谱 出现了九岁就能生子的后代 金氏世界纪录最年轻的是12岁生子 法官没有看出来 判决书也没有交代 一个什么九岁三孩子 我这个也是要从负质成本 里面去执政策来 当然是不可能 跟法官报告一下 看法官怎么裁解一下 对此台南高等民事法院表示 陈森法官已经调走 一切尊重原判决 而这些新市政 原告在后来提出上诉 都被最高法院驳回 另外两份族谱真谓难辨 法官判决胜诉的被告 理由是纸质泛黄催化 胜有红笔毛笔字迹 多有日文语法 年份应该是日据昭和13年 这些被原告反驳说 法官根本没有鉴定 根据调查全台有一万三千九百公尺面积 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因为宗族后代纠纷还在争送 牵涉利益庞大 胜诉的一方 郑俊丽如果不能服人 倒霉的可是老百姓的身家财产